乾隆圣宠的淑妃,绿头牌都翻掉漆了,却因一个诅咒错失后卫,如意传中家里无数,爱皇上的,不爱皇上的,都被高强禁锢,忧求一声,所谓的赢家,熬到最后不过是赢了个空名,却要在漫长的岁月中截然一身,深宫冷月,而淑家则各有各的悲剧,如意既往能得到皇帝的真心,既往青梅竹马之情能历经岁月,不变初心, 但龙椅上的那个人终究不是曾经墙头马上遥相望的少年郎了,他的多疑,他的冷漠,他的无情,让多少后宫女人满腔柔情挫付,徒留一地鸡毛,欢迎收看本宫八历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,叶赫纳拉,一欢,一只自出场就自带仙气的傲骨寒眉,十多年前他与乾隆遥遥遗忘,自此便许下要做着支蓝玉树般好看的男人的妻子, 只是这男人是大清的天子,他自负又多疑,敏感又多情,他会对唱着醉花音的一欢,讲着让人耳熏目眯的情话,又会理智清醒地顾忌着他与太后的关系而疏远于他,他想要一个属于他们俩的孩子,他就将一碗一碗的堕胎要赏给他,他因仰慕他而超越失血汗末, 他却将这一切都批为逢场作戏,等到他在烈火中吟唱着落尽梨花月又夕的满腹情商时,他才恍然惊觉,原来深宫中也曾有人那样纯粹而热烈的爱慕着他,可惜一切都晚了,而淑妃叶赫纳拉,一欢也并非是作者凭空杜撰的人物,他的原形正是乾隆帝的淑妃叶赫纳拉氏,虽然历史上的叶赫纳拉并没有如此跌宕又坎坷的心路历程, 但他却也是乾隆帝的宠妃之一,他的一生同样写进了深深宫墙后的万般无奈与心酸,出身宁门望族,财貌双绝惹人爱耶赫纳拉氏拥有显赫的出身,单单是耶赫纳拉这个大姓便自带贵族气质, 耶赫纳拉的太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亲舅舅,曾祖父则是康熙帝的公骨之臣纳兰明珠, 耶赫纳拉氏的父亲纳兰永寿,十七岁便是御前义等侍卫,二十几岁便身兼义政大臣, 礼部侍郎等要职,可谓是文武双全的国之栋梁,可惜雍正九年,纳兰永寿英年早逝, 年仅三十岁,父亲的早逝并没有影响到耶赫纳拉氏的教育, 也为内兰家本身就是书香门第,祖父辈的内兰荣若兄弟都是当世奇才, 耶赫纳拉氏的亲生母亲苏丸瓜尔加斯伯也是才貌双全, 曾和闺蜜龚旦婷合筑师级,两人也常在家中吟诗作对, 挥文泼墨,在书香气的浸染下,耶赫纳拉氏自小便面容娇好,气质超然, 家世和文采赋予耶赫纳拉氏的是进宫及一名惊人的资本, 耶赫纳拉出生于雍正六年,乾隆六年,年仅十三岁的耶赫纳拉奉旨入宫, 这个不到十四岁的小姑娘却在后宫掀起了不小的波澜, 初入宫便被封为贵人,六日之后尽为淑贫,成一宫主位, 这样的晋升速度让多少妃子眼红,要知道, 即使在日后圣宠不断的令妃, 现在也不过是复查皇后的贴身宫女, 更遑论在前邸就陪伴乾隆的格格们, 其实对于耶赫纳拉这个姓氏, 清朝后宫是多有忌惮的, 也为耶赫部落留下的诅咒王大清者, 耶赫纳拉氏, 让爱新觉罗家族对耶赫纳拉氏的女子诸多避讳, 大多数都在选秀时期就撂牌子了, 而乾隆自第一眼见到耶赫纳拉氏, 就被他清冷如月的容颜和孤高淡然的气质所吸引, 将耶赫纳拉氏纳鲁宫中, 而耶赫纳拉氏也和后来的令妃一样,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圣宠, 乾隆是三年, 复查皇后病逝, 同年五月, 无子的耶赫纳拉氏和魏家氏同被晋升为妃, 也就是淑妃和令妃, 在前期淑妃比令妃是更加受宠的, 令妃出身不高, 又无文采, 而淑妃不仅才貌双全, 还精通琴棋书画, 无论是出身, 样貌还是才学, 淑妃都将令妃死死的压制住了, 而现实也确实如此, 淑妃的绿头牌都被乾隆翻的掉了击, 竟是房不得不几次更换绿头牌, 这一个小小的墨绿色的牌子, 承载的是皇帝的宠爱, 谁的牌子经常被翻, 谁就圣宠不断, 谁的牌子崭心如初, 谁就是被冷落的, 不论是晋升速度还是侍寝次数, 淑妃都是破纪录的, 足可见她的恩宠之圣, 淑妃娘娘文采出众, 海洋颇高, 也更受乾隆的宠爱, 乾隆十六年, 淑妃在承乾公率先带下皇十子, 这个孩子也奠定了她在后宫的地位, 而此时的淑妃已经进宫十年之久了, 入宫十年才有姨子, 淑妃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尽心竭力, 可乾隆十八年, 年仅三岁的皇十子还是不幸夭折了, 更可怜的是, 这个孩子甚至没有名字, 这个孩子的早妖对淑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, 她的生育记录也就此停住, 尽管此后淑妃依旧有事情记录, 但是她在无生育, 有人说淑妃入宫十年才生育, 也为淑妃身体虚弱, 导致皇十子出生后便体弱多病, 最终病逝, 此后淑妃再无子嗣, 会不会真的如如意传所演, 是乾隆给淑妃下了婢子药导致淑妃很难受孕呢? 其实这个猜测多少有些杜撰的成分, 首先, 乾隆对淑妃的感情是装不出来的, 皇帝为了巩固统治而将世家女纳入宫中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, 而这些女子多数都在入宫后便被冷落一旁, 莫说是绿头牌被翻得掉了漆, 可能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皇帝几次, 而淑妃的绿头牌屡屡被翻, 如果乾隆对淑妃没有感情, 大可将她弃至一旁。 其次, 淑妃的母家那兰家在乾隆时期早已示威, 官职最高的那兰宁珠早已被罢处, 不受重用郁月儿中, 那兰家自康熙时期后期便被冷落, 雍正时期经过进一步压制, 到乾隆时期皇权高度集中, 那兰家早已威胁不到皇室地位, 乾隆没有理由对叶赫纳拉是忌惮, 最后要说到那个关于爱心觉罗和叶赫纳拉的预言, 如果乾隆真的迷信这个预言, 就绝对不会让叶赫纳拉是进攻, 所以说乾隆因为害怕预言应验, 才给淑妃用婢子药纯属子虚乌有, 所以乾隆对淑妃确实是真心喜欢和欣赏的, 否则淑妃也不能独占十几年的恩宠, 而淑妃圣宠多年却无子, 最大的原因有可能是她年纪太小便进攻, 各方面都没有发育完全, 自乾隆十八年淑妃唯一的孩子病故后, 淑妃便没有了生育记录,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令妃为家世, 一军突起,接连铲子, 一跃成为后宫宠妃之首, 而淑妃则愈加低调,愈加平淡, 直至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 也许是心气颇高的淑妃在丧子之后看待人生, 看待恩宠, 也许是黄十子病逝后, 乾隆的冷漠让淑妃看穿了皇家凉薄, 从此急流涌退, 再无野心, 而乾隆对这位十三岁便入宫的才女也是心怀愧疚的, 黄公禁锢了她的才华, 也禁锢了她的心灵, 她这样中灵玉秀的人本应该拥有光明灿烂的未来, 如今却要在黄公中穷穷竭力, 孤独终老, 这是乾隆所不愿意看到的, 因此尽管淑妃自己选择了低调, 乾隆心里却始终有她的一席之地, 淑妃虽然比不上她的白月光复查皇后, 可淑妃在她心里也相当于一位心灵挚友, 乾隆将淑妃安排在距离养心殿最近的永寿宫里居住, 又安排她半嫁左右, 南巡随士, 在热和避暑时, 乾隆的身边站着淑妃, 木兰秋显时, 宫廷画师郎侍宁的画像里有淑妃, 宫里逢年过节的赏赐也从不会少了淑妃的那一份, 乾隆和淑妃之间, 退去了激情的外衣后, 留下的就是相敬如宾的君子之交, 若即若礼, 似有似无, 尽管淑妃已经关闭了心妃, 但是在乾隆心里, 淑妃的地位依旧不容置疑, 淑妃曾在史书记载中神秘消失了七年, 而这七年, 淑妃受乾隆所托养育了一子一女, 一个是淑妃皇贵妃所生皇氏一子, 一个是令皇贵妃所生皇九女, 淑妃将未尽的母爱悉数倾泻在两个孩子身上, 在她的悉心教导下, 皇氏一子才华横溢, 以书法建长, 深得乾隆喜爱, 自乾隆三十年纪后, 乌拉那拉氏也为断发而被废除后, 令妃和淑妃便是后宫主理人, 虽然淑妃娘娘平日里鲜少出现, 可是在没有中宫皇后的日子里, 乾隆违背组织, 让淑妃越过令皇贵妃和庆贵妃, 主持了本应由皇后主持的亲残礼, 乾隆三十二年, 淑妃似是千秋, 乾隆给予了淑妃极重的赏赐, 乾隆四十年, 令皇贵妃薫氏, 淑妃娘娘已妃为统领六宫, 携众嫔妃向皇太后请安, 此时的淑妃已是后宫地位最高的妃嫔, 乾隆四十二年, 淑妃薫氏, 享年五十岁, 而人生尽头, 淑妃却未想尊重, 她的丧仪并没有格外加恩, 相比心妃和鱼妃的贵妃归个丧仪, 淑妃的丧仪未免过于寒沉, 淑妃论家世论宠爱论资历都剩于二妃, 又曾主理六宫两年, 却并没有得到贵妃的待遇, 只能说乾隆确实宠爱淑妃, 却也没到那么宠爱的地步, 淑妃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, 十三岁入宫享尽恩宠, 独占十年宠爱却惨遭丧子之痛, 淑妃的通透和豁达 便在于他能够及时看清后宫的波云诡诀和乾隆的良情薄性, 及时抽身, 没有沉溺于争风吃醋与争风相对, 自在过火, 乐得逍遥, 名分地位都是浮云, 当了几十年淑妃没有晋升, 也不争不抢不恼火, 大概只有淑妃自己知道, 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吧, 可惜自他进宫那一刻即, 他便知道自己这因缘忌讳的人生了, 不论如何都与这座紫禁城再也密不可分了。